嗨大家好我是姊恩老師 今天不是走錯誤同 今天呢就是來接受 楊碩100天託服過百挑戰任務 那希望呢藉由我們實際課程上面的體驗 以及我實際準備上面的一個規劃 帶大家呢體驗這100天的準備計畫 好那不管你是對於託服考試 你是有興趣的 或是你正在準備託服考試的 或是你曾經有考過託服考試 可是有可能曾經失敗的經驗 或是經驗不是那麼好的同學 我希望藉由這個100天的讀字計畫 能夠鼓勵你繼續往你的目標邁進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我們準備開始的第0天的部分 那楊碩這邊幫我安排了一些諮詢上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話不多說馬上前往楊碩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楊碩了 要做課程上面的諮詢呢 我們要先找我們兩位顧問師 第一位是我們的楊碩樂樂 哈囉大家好 那另外是我們流優學顧問Maggie 哈囉大家好 OK那雖然說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託服證照課程上面的一些諮詢 但是其實使用到託服這個證照 最多的就會是流優學的考生們 那所以會請這個Maggie 先幫我們針對我的狀態 先去做一些流優學上面的規劃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進入到今天就是在託服的重點 就是在課程上面或是準備上面的計畫 就有樂樂輔助 然後去做課程上面的規劃這樣子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如果是一般對於流優學的規劃上面來說 有這個需求的學生 大部分來說他們一來 你們為什麼可以跟他們做一個簡單介紹 我們主要的話其實會是從學校規劃開始 學校規劃包括了解學生的背景 有哪些是已經知道的資訊 有哪些是不知道的資訊 像是他有沒有先做一些學校搜尋啊 知不知道出國要申請什麼樣的文件 或者是不知道的是可能放羊可以幫助你 怎麼樣做申請 像這些 那已知的我們就簡單帶過 那我們會根據未知的東西多做一點介紹 主要的話學生比較不了解是一些 怎麼選國家怎麼選科系 因為跨科系又會有一些預修課的需求 我們主要會是以聊天的方式去引導學生 然後幫他做一些簡單的學校規劃 去幫他看說 依他現在到他要準備出去的那一段 怎麼安排他的時間軸 然後跟他說你還有多久的時間可以準備英文 多久的時間可以再多一些其他的活動去豐富你的個人履歷 那我就想接到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像我的本身的條件 因為我本身是商科偏行銷相關背景的 那如果要選擇在美國這個國家裡面來說 有沒有推薦的一些學校啊 系所啊可以跟簡單說介紹這樣 假如說像你現在是往行銷嘛 那我現在招到尼托福大概是85分 然後往100分的目標前進 有時候你希望 那我這邊首先推的第一間學校會是在 麻州在波士頓那邊叫做Boston University 對他主要的話他好在第一位置很好 然後他第二個的話是他其實不在商學院之下 他是在MAT學院 所以其實你準備方向跟成績要求 又不會有商學院這麼高這麼難進 對那第二個的話會是亞歷桑那州立大學 就是這一間他其實是工科商科都好的學校 大家可能上可能USNEWS上面查排名 他其實在100多名 可能不覺得他是特別高的學校 可是他在商學科系上其實都在全美的還蠻前面 可能十幾二十幾的排名 尤其像行銷行銷他就排全美第20 對所以這兩個學校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第三個問題就最後一個問題給你講 請教就是剛剛 第二個重點再到就是師誠嘛 所以一般大學生來說 他們如果在師誠上面的安排 你會怎麼樣這樣做一個對話 師誠上當然是越早準備越好 因為如果當你很晚的時間才來找我們了解啊 你可能要成績沒成績要活動沒活動 所以如果是以一般大學生來講 一二年級就專心在做就是豐富你履歷的事情 多參加一些社團啊活動啊 志工服務等等的 去豐富你履歷 二年級的時候就準備多福了 你才知道說自己現在的聽說讀寫在哪裡 有沒有一個目標可以做衝刺 對那我們之後的時間再去做二戰三戰的準備 那有了脫補成績 我們是不是三年級的時候 可以再去考你的GIE跟GMAN 尤其三年級又很忙 你會有一些校內的專題要準備 校外的實習要準備 對所以我們當然是時間往前推 越多時間準備越好 那如果你是想要應屆畢業的 那我們就要在大四上的時候就做申請了 你才能在大四下 六月畢業然後九月節入學 OK所以基本上大家要把握個觀念 就是剛剛Meggie提到了 如果你跟越早提早準備 因為你基本上假設你真的 對流流學是有憧憬 或是有目標性的 那可能越早開始準備 對你真的後續在申請學校這先啊 優勢才能做一個很好的提升 那我們先謝謝今天Meggie的介紹 那我們等一下進入到我們 託福課程上面的環節 第一個就是想要先請熱熱前請提要一下 就是到底託福考試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考試 並且它的測驗目的到底是什麼 好其實所謂的託福考試 它是一種針對母語非英語人士 它對我進入大學啊 或者是研究所的一種語言徵兆 那主要是在強調 比如說我是否能夠 在一個英語的學術環境中去求學 那並且它會去評量到 考生是否有具備在課堂上 它可以接收到問題的能力 還有它發表意見的能力 那甚至是它是否可以在課堂中 進行討論或者是辯論的能力 對那波福它本身 它其實是分為 IBT測驗它是電腦的 還有一個是ITP測驗它是紙本的 只是現在大多數的國家還有學校 它都是以電腦的採集方式為主 那托福主要分為四種 聽說讀寫這四種每一項都是30分 總分是120分 如果說未來你想要增進百大的學校 以及你可能想要進入國內規徵等等 或求職外商公司 那盡量會建議你 可以把托福這個分數 保持在破百為主 會比較加分 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你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個 可能在托福證照考試上面 有需求的學生 那來到陽素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基礎跟同學做一個介紹 一般其實同學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會先去了解到同學 要考這個托福考試的本身目的 還有它的動機為何 我評估完之後 會再去幫他做一個整合性的能力評估 譬如說他的課業狀況現在是如何 那去推薦他適合走的校系跟他的國家 結束之後 我會再去幫他做英文能力檢測 英文能力檢測我們是使用到 我們自己研發的YSO系統 好系統我檢測完之後 會再搭配我們總師的口測 兩者去交叉比對後得到的程度 那同學我會建議你 如果說你的程度是落在 我們系統的L7到L8之間 就直接利用我們的托福實戰班去做學習 如果你今天的程度是落在L7以下 那我會建議你搭配我們的背景知識班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的程度有在L8以上 那恭喜你我覺得 你可以先去做我們實戰班的練習 最後再去搭配我們的托福刷題班 去做考前的從事 加強你對題目的熟悉感 第三個最後的問題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像我本身設定的目標是在100天要托福過班 那楊碩這邊會怎麼樣幫我做準備上面的計畫 我其實建議Jason你的程度的話 是在7月初的時候先利用我們的背景知識班去做加強 那總共用5週的時間去把它加強完畢 那中間在7月中的時候 我們開課的時候可以利用我們的托福實戰班去做練習 課堂中其實你是可以去問老師任何問題 如果你有不懂的話 結束之後我們在尾端的時候在9月份 我會建議你搭配我們的刷題班去做從事 增加你對考試的熟悉度 OK了解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同學有類似的需求的話 楊碩這邊在托福證照考試上面 都有一個相對很完整的規劃給你 那如果你真的還有很多不懂的問題 或是你需求可能跟我們不太一樣的話 都可以來到我們的楊碩 那去跟我們的顧問師做一個簡單的質詢 了解一下你到底應該怎麼樣去做準備喔 那我們今天謝謝樂樂幫我們做質詢 好那我們的質詢的體驗已經結束了 總結一下今天這兩位顧問師幫我做的一個簡單的規劃 我們先從放羊就是流優學這一塊開始 第一個就是目標的學校 跟目標的國家還有我們的系所的設定 那Maggie是幫我設定在所謂的 我們可能比較以我的條件來說 因為我GP大概在3.4 達到托福破版的話 可能比較有機會的學校比較好的學校 可能會設定在所謂的波斯康德大學 或是亞歷桑那這個週一大學的部分 那這兩所其實都是在不管你是商館類或是行銷類來說 他們都是不錯的一個學校 那第二塊就是在時程上面的規劃 那剛剛Maggie已經介紹過所謂的在校生 他們在時程上面安排應該怎麼去走 如果是在職生 那是不是有機會能夠去透過流優學的方式去國外去做生長 那其實也是有機會 那只是時程的安排可能比較不一樣 因為畢竟你可能是有出來工作一些經驗 可能2到3年的工作經驗 那其實你的設定的目標來說 或是目標的系統來說 相對來說會比較明確一些 所以其實你可能在準備上面的時間軸可能就會不是像大學生這樣子 他的時間軸可能設定會是在 就是你目標要進入學校的前一年就要提出申請 這是一樣的 只是在前面一年可能就要陸續去準備所有的 都符合要證照考試 或甚至是GREGNET 這段時間完成你在申請上面的這些 不管是SOP的準備 或是其他的一些書審資料上面的準備 那才能夠順利在你的目標時間裡面進入到這個學校 所以時程上面的安排可能會跟大學生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跟大家做成功 所以不管你是今天是大學生或是在校生 然後或者是你是在子生的 如果你在留學學這邊有不太懂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訪問 找我們的顧問 那第二塊就是今天的重點 那就究竟我們100天準備計畫到底是怎麼樣做的安排 那剛剛在樂樂的這個介紹當中 其實我們會體驗到3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背景知識法 那他的時數大概是落在30個小時左右 那大概就會是10堂課的一個時間 好那我們會安排在前面的5週 就要把這課程上來 所以等於說我1週大概要上2次的背景知識法 好那在接下來就是脫福時政辦的一個內容 那他是為期9週 那聽說讀學那就是一個禮拜 就各上一次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前面的7、8月的時間 接下來的7、8月的準備時間 這兩個東西背景知識跟試占版 我們會是同步進行的 所以前面的課程相對來說會安排的比較滿一些 好那這最後的9月的時間的點來說 我就會透過刷題辦的部分 去幫我做考前衝刺 大量去進行考古題的練習 這類東西去做最後考前衝刺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在準備計畫或讀書計畫來說 其實不是單純只有排所謂的上課時間 因為我要安排自己的讀書日 因為我才能夠總結一下整體來說 我在前面的這段時間累積的一些知識 包括在這個週間聽說讀學 甚至背景知識班 這邊老師到底上了什麼內容 怎麼去跟著老師的進度 就繼續往前走 那我會安排一天假日的時間 去進行我讀書在前面7、8月的時間 那在9月後面來說時間稍微鬆一些 因為刷題班的時間可以 相對來說時間安排的比較彈性一些 我的讀書就慢慢增加了 那最後考前衝刺的兩週 基本上我已經留了很課程 所以就會大量去複習我自己的筆記 或是之前老師講述的一些內容 加強我的弱點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整體來說 100天安排的準備計畫 所以給大家 如果你是要準備脫步考試的 如果你是在設定在100天內 或是設定在其他時間內 可能做一些微調 不可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我總結一下 我今天在課程資訊上面的一些感想好了 我覺得其實這些 不管是證照考試 或是留有學上面的知識 其實對於你要剛去了解的 考生或是準備的這些學生來說 進入門檻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那透過一個專業的機構 或是專業的顧問師 能夠一次統整性完整性的 把這些資訊交給你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 你可能真的在症狀考試上面 或是留有學上面的準備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到我們的陽塑 或是到我們的放牙 來去做簡單的資訊 了解你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初步的了解之後 你才知道你之後 應該要怎麼什麼樣的流程 怎麼樣去準備 甚至達到你要的目標 所以大家一定要關注我們 接下來每一支影片的釋出喔 好那在影片的最後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出去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